月哥说电影 专注好电影 大家好 我是月哥 1928年美国洛杉矶一处 荒原偏僻的农场前 小男孩伤辅得在警察的鹤林下 拿起铁桥开始挖掘 随着雷里白骨重见天日 以及骇人听闻的连环杀人案 也浮出水面 这起震惊全美的凶杀案 还要从一桩儿童失踪案说起 克里斯汀是一个单亲妈妈 独自抚养着9岁的儿子沃特 他十分宠爱儿子 儿子就是他生命的全部 他是个接线员主管 平日里工作很忙 这天下午他需要临时加班 儿子搁着窗户和他挥手告别 克里斯汀在通信站里 一直忙到傍晚时分 等他匆匆赶回家后 儿子已经不见了中影 他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他 只好打电话报了警 面对这个声音颤抖 心急如焚的母亲 警察就说了 儿童失踪超过24个小时 他们才会派人收救 在他不断的哀求下 警察答应第二天早上 会派人过去 可他不知道的是 彻夜无眠后 判来的并不是救星 而是温神 警察接手了案件 过了两个星期 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社区牧师古斯塔夫 得知此事后 通过无线电呼吁公众 关注克里斯汀儿子的失踪案 同时揭露和痛批了 洛杉矶警方的贪婪和腐败 警察局长戴维斯听到后 默默的关上了收音机 往后的四个月里 克里斯汀心力焦脆 度日如年 上班之余 他不断打电话给各个警局 询问儿子的消息 直到有一天 金帐琼斯来到公司 向他宣布了一个好消息 他儿子还活着 警察已经把他解救了出来 幸福来得太突然 克里斯汀颜面而泣 随后他被带到了火车站 他将在这里和儿子重逢 文讯赶来的记者们 把火车站围得随泻不通 克里斯奔向近站的火车 想要快点看到 日思夜想的儿子 可当对方把一个小男孩 领到跟前时 他一下子就傻眼了 他脱口而出 这不是我儿子 琼斯听到后就劝他说 你肯定是太紧张 出现了认知偏差 他的样子也可能长变了 小男孩抱着姓名和地址 丝毫不差 还扑上去抱着他喊妈妈 旁边的记者们蠢蠢欲动 准备大肆报道 这一皆大欢喜的新闻 警察局长和警员们 也都准备好去迎接 鲜花和掌声 在这个结果眼上 克里斯汀却说 这不是他儿子 这就是当众打警察局的脸啊 在琼斯的威逼诱导下 克里斯动了恻隐之心 还没来得及分析其中厉害 就稀里糊涂的认了一个假儿子 在记者的相机前 克里斯汀勉强挤出了一时微笑 可他带回家的根本就不是沃特 短短五个月 一个母亲怎么可能认不出自己的孩子 而且他给儿子量的身高标记 比小男孩足足高了三英寸 第二天 克里斯汀就去警察局 找琼斯警官反映情况 琼斯把他临进办公室 千方百计的劝他接受这个现实 并斥责克里斯汀 是想逃避 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 而克里斯汀担心的是 自己的儿子失踪后生死未捕 警察却这样草草的截了案 不再继续搜寻 可无论他怎么哀求 琼斯依旧无动于衷 克里斯汀只能无奈的离开 然而麻烦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 警察局派了医生到克里斯汀家 面对孩子变矮的事实 医生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他说可能是精神创伤 导致孩子的脊椎出现了收缩 针对克里斯汀提出的疑点 他都做出了合理的医学解释 他还牵着小男孩 用那一套颠倒黑白的说辞 去游说周围邻居 小男孩还一直喊他妈妈 克里斯汀终于爆发了 他请求男孩不要再说谎了 可那个男孩却异乎寻常的冷静 没有任何回应 此时警察局已经先下手为强 在报纸上刊文引导舆论 企图把克里斯汀抹黑成一个 抛弃而至的不良母亲 像他这样一个柔弱的女人 根本无力和势力庞大的警察局对抗 直到牧师古斯塔夫主动约见他 向他伸出了援手 牧师向他揭露了洛杉矶警局的种种黑幕 那是一个充斥着贪污腐败 暴力犯罪和滥杀无辜的地方 他们垄断金银大发横财 绝不容忍有反抗和异议的存在 而克里斯汀的诉求 就等于是在拆他们的台 随后在牧师的协助下 克里斯汀给小男孩做了鉴定 儿子的牙医告诉他 握他的门牙间有齿缝 小男孩却没有 不通过手术 此夕无法合拢 可小男孩的牙齿 没有任何手术痕迹 带去学校后 小男孩连自己的老师和客桌都认不出来 就这样克里斯汀拿到了两份关键证词 随后他召集记者 讲述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而这一举动 等于是在向洛杉矶警方宣战 琼斯得知后大为恼怒 派人把克里斯汀请到了警察局 警告无果后 他事宜手下把克里斯汀送到精神病院 琼斯还出具了报告 深圳他患有受迫害妄想症和认知错位症 被带到精神病院后 克里斯汀极力想要说明情况 然而这里其实是警察局的刑防 专门诊治那些不听话的人 在这里克里斯汀受到了羞辱和恐吓 身心备受摧残 用餐的时候 一个名叫卡罗尔的妓女主动跟他搭讪 他若有一个嫖客老是打他 于是他投诉了那个男人 后来才知道那个男人是个警察 于是他就被送到了这里 这里很多女人都是因为得罪了警察而被迫害 院长强迫克里斯汀签署声明 承认是自己在说谎 克里斯汀拒绝签字 医生护士一拥而上将他按住 往他嘴里塞正经机 卡罗尔出手相救 却被拖进了电击室 即使是这样 卡罗尔依旧鼓励克里斯汀 永远不要放弃斗争 与此同时 洛杉矶怀恩威尔一个偏僻的农场里 莱斯警探抓捕了一个从加拿大偷渡而来的少年犯 男孩名叫桑福德 和表格高顿住在这个荒芜人烟的农场里 莱斯原本只是想把他遣送回加拿大 可他的反抗却很激烈 在看守所里 桑福德回想起了一幕幕恐怖的场景 他请求和莱斯见面 是要当面告诉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接下来这个小男孩说的话 差点惊掉了莱斯的下巴 他说他表格高顿其实是一个变态杀人狂 已经杀害了20个孩子 他被表格限制了人身自由 被迫沦为了帮凶 高顿开着汽车到处寻找猎物 一旦发现落单的孩子 就会千锋百计诱拐他们上车 当他们发现车上还有一个孩子时 往往就会掉以轻心 最终踏上不归之路 回到农场后 高顿就会惨无人道的虐待和杀害那些孩子 高顿还胁迫他动手杀人 否则就会杀了他 桑福德深具泪下的讲述着自己的恐怖经历 他害怕自己死后会下地狱 也害怕高顿再次找到他 每天他都活在无边的恐惧和痛苦之中 等他情绪稍微平复后 莱斯拿出失踪儿童的照片让他辨认 在他确认的几个孩子里 其中就有克里斯汀的儿子沃特 莱斯震惊万分嘴里不自觉地骂着各种脏话 他觉得事态严重 必须马上承包给警局领导 可琼师警长接到电话后 认为他是在胡言乱语 还命令他秘密地将那个孩子压解回来 不许走路半点风声 不久后莱斯把小男孩桑福德带回了警局 看着沃特的照片 他心中的正义感和良知被激发 他截住桑福德 偷偷把他带出了警局 再次驱车返回农场时 这里早已空无一人 就在几天前 察觉到不妙的高顿早已坐上火车 潜逃回了加拿大 桑福德指认了埋尸地点 随着累累白骨露出地面 目睹这一幕的警察们全都睁大了眼睛 莱斯随即下令召击周边所有警力 立刻发布信息通缉高顿 桑福德跪在地上痛哭不已 莱斯在一旁默默地安慰他 这片土地埋葬了20个孩子的尸体 同时也埋葬了他颤抖的灵魂 第二天在精神病院里 院长再次强迫克里斯汀签署声明 克里斯汀将院长臭骂一顿后 接着便被护士们拖走了 莫斯带着人前去解救他的时候 护士们正准备给他上电刑 莫斯递给院长一份报纸 怀恩维尔沙东案已经登上了报纸头条 看完报纸后 院长这才同意释放克里斯汀 就连这个掌权者的鹰犬 心里也掠过了一时震惊和愧疚 刚走出牢门 克里斯汀就听见暴桐在叫卖沃特被害的新闻 他双眼一黑两腿发软 一下子瘫倒在了牧师怀里 案发后洛杉矶警方颜面扫地 琼斯警长依然使不认错 局长只想舍足宝鞠 怕让琼斯自己背黑锅 与此同时 在莱斯的审问下 冒牌沃特终于说了实话 曾经有个流浪汉 说他长得很像失踪儿童沃特 他假冒沃特来到洛杉矶 只是为了见到他最喜欢的明星 此时已经逃回加拿大的高顿 想在姐姐家战斃风头 可姐姐一家人并不想袒护这个 丧心病狂的杀人恶魔 他稳住高顿后 丈夫随即打电话报了警 大批警察赶到后将他抓捕归案 可他脸上满是诡异的笑容 克里斯汀被释放后回到了家里 古斯塔夫为他请了律师 警察局正在积极运作 想从这次危机中脱身出来 他们打算把责任 全部推到那个撒谎的小男孩身上 还准备以个人安全为由 将克里斯汀囚禁隔离 克里斯汀先下手围墙 对琼斯警长和警察局提起诉讼 他们拿到法院执行令后赶到了精神病院 把这里正在遭受迫害的女性 全部解救了出去 洛杉矶市议会同意调查审理这起案件 开庭那天 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都来深远克里斯汀 高顿被法警带上来后 他冲着克里斯汀笑道 我在报纸上见过你 敢跟警察对着干 你真的很有胆量 随后检察机关出示了大量的人证和物证 证实了高顿就是连环杀人案的真凶 而本案的另一个被告人 琼斯警长在法庭上依然是百般抵赖 他说克里斯汀是被护送到精神病院的 而非强制遣送 接着律师出示了关键证据 那份精神疾病鉴定文件 上面有琼斯的签字 面对铁证 琼斯还想鬼言狡辩 律师愤怒的斥责道 他在跟死神争夺自己儿子的生命 一个可能还活着的孩子 而你却在浪费宝贵的时间 还拒绝承认错误 你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的时候 有20个孩子在农场里被残忍的杀害了 随后经过调查 那个假扮沃特的男孩名叫亚瑟 住在爱荷华州 他的亲生母亲正准备把他接回家 亚瑟告诉围观人群 是警察教他那么说的 都是警察的错 几天后经过委员会授权和陪审团合议 法官当庭做出宣判 免除警察局长所有职务 将琼斯逐出警察队伍永不录用 高顿一级谋杀罪名成立 他将被单独关押两年后执行较刑 当法锤落下之时 那一声撞击好像砸在了克里斯汀的心上 一瞬间屈辱心痛 懊悔和喜悦一起涌上心头 眼泪再也难以抑制 转眼两年时间过去了 就在高顿执行死刑的前期 他通过监狱房发来电报 说想当面向克里斯汀说明真相 当克里斯汀千里迢迢赶到监狱后 高顿却失言了 他说他只是想试探一下 没想到克里斯汀真的会来 现在他不想再见到克里斯汀 也不想跟他说任何话 克里斯汀早已愤怒至极 他揪住高顿的衣服 大声质问他有没有杀害自己的儿子 高顿始终不肯回答他 他歇斯底里的咒骂这个毫无人性的杀人狂 执行死刑的那天 克里斯汀也去了现场 这个以杀人为了的恶魔被送上绞刑架时 双腿打颤鬼哭狼嚎 也许在这一刻 他才能真正感受到那些无辜的孩子们死前的恐惧 随着开关拉动在痛苦的挣扎中 他罪恶的一生被终结 转眼又过了五年 一个侥幸逃脱魔掌的男孩被警察找到 克里斯汀和男孩的母亲都赶到了警察局 男孩讲述了事发当天的遭遇 他被挟持到农场后 和其他孩子一起被关在了基隆里 夜里他们发现铁丝栅栏松了 于是掀开一个洞口逃了出去 因为洞口太小 他被卡住了 呼救时惊动了高顿 沃特折返回来救他 却耽误了逃跑的最佳时机 高顿发了疯一样 拿着猎枪向他们射击 在逃跑时他们走散了 他沿着大路一直跑一直跑 最后搭上火车侥幸逃脱 他也不知道沃特和另外一个男孩 后来怎么样了 他被吓坏了 在孤儿院里躲了五年 由于害怕再被抓回去 所以他没敢告诉任何人 直到他从广播里 听到农场里发生的事情 现在他很想爸爸妈妈特别想回家 看到他们一家人相拥而泣 克里斯汀也泣不成声 他想或许儿子跟这个男孩一样 是因为害怕 所以到现在也还没有回家 那天晚上有三个孩子逃了出来 如果有一个人逃脱了 那么其他两个 至少会有一个能逃出来 不管怎样 今天的事给了他一些 以前没有的东西 那就是希望 《幻子疑云》是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2008年上映的作品 影片根据真实时间改编 原型就是震惊全美的 怀恩维尔虐杀儿童案 电影借助这一案件 早中展现了个人对抗强权的主题 这样的故事想想都然觉得不寒而栗 你的孩子失踪了 你把信任交给了正义的维护者 可换来的却是石沉大海的等待 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阴谋之中 你在为孩子的生命担忧 而那些你所信任的执法者 却在为他们的利益担忧 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你有口说不出 即使你说出来了 他们也有办法让你的话变得不可信 就像电影中所说的那段话一样 你表现的越正常 看起来就越疯狂 要是你多笑 你就是妄想或者沉默做狂 要是你不笑 你就是抑郁 要是你中立 你就是情绪孤立 你就患有潜在紧张症 这就是强权的可怕之处 他让你孤立 他让你白口莫辩 可还好 这世界渴望光明的人 永远比渴望黑暗的人要多得多 穆斯卡罗尔 莱斯警探还有那些站出来反抗强权的人们 要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正义 只不过他们都需要一个释放的契机 当我们走上社会 会有很多两难的选择 也许我们不必强求自己 为了正义和真理而搭上前途 可当我们有能力做到时 勿忘初心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别忘了关注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